我现在给咱们叼个牡丹花 但我这个料有点太不给面子了 你看在冰箱里放的色也不好看了 咱们问题不到 不好看能变成非常好看 咱看一下 用这个叼什么呢 叼那个月季花 看看 洗软了 这个是叫什么呢 叫这个碎瓣牡丹 洛阳牡丹吗 洛阳花西丝 说它 好看到什么程度呢 像西丝一样美 那咱们今天呢 用这个刀具 用萝卜 来表现一下这个 技法 怎么样能让它更好看 更美 原材这不现 大白菜 白菜 白菜根子 或者用土豆子 或者用那个牛腿瓜 都可以 有用的时候呢 说它是一种 艺术 技术 两种 既是艺术又是技术 要用不上的时候呢 叫什么呢 浪费 怎么说叫拉费呢 你看这点玩意 扔了多少啊 但是还得看那句话 你那个边角料 你要做一个朝鲜 腊萝卜 我看也不赖呀 也是非常不错的 就说看你是怎么安排的 但是这个呢 一般都是干专业呢 用这个东西 不干专业 很少人整这个 怎家谁整它啊 那不 我觉得有点玩笑了 这个吧 别太软 脆一点那种 别太脆 好壳 好下刀 这个吧 有点 幼儿乎乎的那个感觉了 就不太舒服 并不太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这个微型刀做个花心 非常简单的花心 有的那个网友说 我看有不少人呢 就是在这动两下子就完事了 不知道怎么磕的就磕完了 咱们不能 我始终让你看看 这非常简单这个活 就这往下去鱼料 而是这么去 咱们可以 去掉两刀 下个小叶片 两刀 下个小叶片 实质呢 这种磕法呢 就是菊花的磕法 下一个视频呢 我也做啊 这菊花 愿意学呢 这就算是活 好 这花呢 就做好了 看一下 就这样 有什么事了 有什么事了 加油 感谢观看